搞成财经速解读 我们是财经的空中玉教授 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 来为各位解析目前国际上所发生的财经时事 今天是2020年3月2号礼拜一 好我们最需要去来关注的第一项消息 周末的时候 非常多观众朋友特别来私讯我 各位要知道 我周末一样为大家来做解读 OK我们这个周末的时候 金价呢跌了接近有5% 不能讲周末了 在27号的时候 金价是暴跌了5% 这个是7年以来最大的一个跌幅 可是我们要知道 照这个原理来讲 美股道琼大跌了千点 那华尔街的资金一定会流到 他的避险资产的一个部位 包括债市包括日元 那应该也要包括黄金 但奇妙的是 黄金居然大跌了5个百分比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如何来做观察 金价明明就是恐慌的时候 资金的一个流入标的 为什么持续的恐慌 金价却大跌呢 这个先卖个关子 待会来为各位做一些解析 当然目前武汉肺炎的疫情 已经延烧到49个国家 全球的确诊病例已经来到8.3万 死亡人数接近3000人 现在有2800多人 那这次WHO呢 已经将这次的疫情提升到非常高等级 那警告疫情呢 有可能演变为全球大流行 其实就算是全球大流行 基本上也不能太意外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非常多国家 虽然确诊人数不高 但是我们很清楚 是因为他们的一个检测技术不够发达的缘故 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所以到时候 就算发达国家控制住疫情 也很难避免 他狗再重新交叉感染回到国内 对不对 好待会我们就根据 金甲的跌幅和整体 这个避险资产部位的流动 来各位 为各位做一些细节上的一些分析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根据目前 台股 关股 护盘的个股来做一些分析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很清楚上个礼拜 之所以 之所以 台股可以持续的一个 守稳状态 而没有 我们要知道 现在暴跌最多的是欧洲股市和拉丁股市 每股都还算是第三者 那其实 以雅股的角度来看的话 雅股的跌幅 第一次全球的股灾 其实跌幅并没有非常的明显 各位其实在台股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 它是一个盘整的一个缓跌格局 还没有到崩盘的一个地步 但是美股基本上 从过去几个交易日来看的话 还有欧股 基本上都是一个崩盘的一个程度 那三月份的台股 我们怎么来做观察 我们怎么从观股的一个角度 来做一些借金呢 待会来为各位做一些细节上的分析 当然除了这点之外 待会我们也来谈谈外资对于台股 目前的一个看法 从三月份开始 外资已经首度表态了 有可能有可能 这是一个打底确认点 也就是说三月可能就是会一个足底 就是最终的一个落底区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最后我们刚才待会提到的 这个松亚说 高盛和花旗表示美股下跌才刚开始 这个是周五的新闻 但是到这个周一的新闻的时候呢 花旗和高盛提醒说 股市重做的时候呢 会有非常多的一个多头反扑空间 不确定一定是反弹 但是呢 还是要检测一下基本面的表态 因为呢 因为呢 从雅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止跌讯号可能很快速的涌现 我们要知道啊 通常啊 外资如果在短短的六天啊 卖了千亿元的话 基本上下一周会做一些反弹 报复性的反弹 因为卖太多了 他必须要做一些调节 这是从几率上的角度去看 基本上历史上有90%的几率 外资在一周大卖了千亿之后 下一周通常会做一些反弹 这个是通常了好不好 好 那最后啊 最后我们会根据目前联准会啊 是否要采取降息的一个表态 来为各位做一些分析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知道每一股 这个星期五的时候 在缩盘的时候 基本上是有一个急拉的状态 那这个急拉状态就是 鲍尔首度宣布了 有可能因为这次的疫情 采取降息措施 那市场也先揣测 本来我们预估在第二季左右 可能采取降息措施啊 现在全球的股债来得这么快 很有可能在三月就 优先采行了降息测试 在这样的一个措施底下 我们要知道 这股市的反应会非常快速哦 我们取决于这个消息系的反应是来自于 这个消息是否为真 是不是真的会去做 而不是真实降息的时间点 所以只要确定有可能 或者是确定会降息 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股市渴望在短时间内就会做一些反弹 所以这个月啊 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哦 我们来为还是持续来为各位做最终啊 那最后一点 待会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来聊聊鸿海 为什么因为明天 鸿海会遭到线上法说会哦 那这一次的法说会呢 本来啦 本来都是在 大概在年中的时候才会来做法说会 但是呢 鸿海希望提早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整体的一个防疫的情况 我们知道哦 鸿海上礼拜才聘请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 知名的这个抗疫专家 钟南山来担任他们的一个复工总顾问 那最近已经有多家外资 已经持续看好台湾的全职股 包括鸿海 联发科 日月缸 台达电 还有台积电 那我们都知道 整体的一个 这个尤其是联发科 各位如果买联发科 这一阵子的跌幅是非常明显的哦 主要还是原因是因为目前啊 这几家全职股啊 相较于实际水位已经严重被低估 原因就是因为之前的一个缓跌太多了 跌到有一点 这个失去它本身的一个价值了 所以相较来看的话 几乎所有全职股啊 依照目前现在台股的水位 已经是属于低级期了 你要知道啊 这个台湾的全职股 在台股的角度 已经算低级期了 低级期不代表不会跌 但是相较起来啊 它的一个上涨幅度 空间会比较大一点点哦 好待会来为各位做一些分析啦 好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目前美股整体的一个状况哦 刚才讲到 这一次的疫情已经延烧到 49个国家全球确诊病例啊 已经超过8.3万人 死亡人数是2800人 那世界卫生组织 WHO已经把这次的疫情风险 提高到非常高等级 而且警告这次的疫情 可能变成全球大流行 好这样的一个 这个疫情的演变啦 最终啦 从我们不是专业的 但是至少 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只有两种方式解决嘛 第一种呢 是当天气回暖 病毒慢慢的消失 跟当年SARS一样 这是第一种结局 那可能在六月的时候 会差不多会进行 高峰期至少会过去 那第二种方式就是属于这种 瑞德西韦或者说 这种 我们不管是疫苗 不管是治疗技术上的一个突破 可以快速的去抑制 这样的一个疫情扩散 这是两种结局 那我们当然知道 美国目前的一个生计国 涨幅是非常大的 而且有非常多 包括WHO都已经承认了 瑞德西韦有可能是 这一次疫情最重要的一个解药 但我们不是医学专业 我们不去做严重很实际的一个推估 但是我们至少知道 这一次的疫情 最惨最惨 大概是到六月左右 所以我们之前才建议各位 如果要进行逢低布局的话 资金至少要规划到六月 但是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可能到三月的时候 股市就会开始进行第一波反弹 为什么呢 待会我们谈到联准会的时候 会来为各位做一些说明 当然那周五的时候 美股到穷找盘大跌了大概有千点 资金是快速的流到避险资产 日元快速的升值 美元也是 债市也是 非常奇妙的是 金价居然大跌了5% 十年期这个美债殖利率创到1.14% 恐慌指数VIX上涨了20% 结果金价居然重跌5% 这是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 待会来为各位做一些解读 我们先看一下整体美股的一个状况 美股到穷指数下跌357.28.1.39% 收在25409.36点 美股到穷指数下跌23.81.0.8% 收在2954点 那斯大克指数上涨0.89.0.01% 收在8567.37点 飞行报道器指数啊 这是大涨了36.89.2.21% 收在1705.54点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对于台股的一个是一个 算是一个利多消息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跟台股联动性 最高度相关的其实就是非常慢道题指数 尤其是台积电ADR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美股似乎有一种止跌的一个趋势 慢慢要涌现了 这有可能在本周会呈现一系列的报复性反弹 这个报复性反弹不代表就会一路上去 而是代表上一周真的是跌的太多了 你想想看短短一周的交易日 把美股一年的跌幅给吃掉 这一周抵一年 你就知道这个跌幅有多剧烈了 所以就算呈现报复性的反弹 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好那包括原油的一个价格 在26日的时候仍然持续的一个破底 如果2月份的一个油价 牛油原油不然 不管是牛油原油 还是布兰特原油 还是西德州原油 如果持续破底的话 观众朋友就要考虑一下 我们这些布局的点是否要暂时出新 因为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既然已经破底了 也就代表了 目前的一个支撑线不在 还要看一下下一波的一个支撑力到在哪里 短期期货操作者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待会来谈黄金嘛 我们先看一下台股 上周加圈指数是大跌了394点 总跌幅啦 跌幅是3.3% 那当然是跌破了半年线支撑啊 离2月3号的低点 就是说新春开盘的崩跌点呢 基本上11138 也是这个岌岌可危啦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 台股现在浮出四个回稳的讯号 是投资人普遍看好的 这个看好并不是说台股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好 而是因为已经快跌光了 快跌光了 所以呢应该要回稳的这种心态 那第一个呢是美国人总会 在这个月渴望有可能会降息 待会后来为各位做一些解析 那第二个呢是外资台子期进多单的一个减幅趋缓 就外资还是持续 从期货角度还是持续在看空 但是在看空的一个力道啊 变缓了 那第三个呢是高达2000亿 政府的基金银弹啊 是场边待命的 上周从工股行户的一个角度来看啊 各位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外资连六天卖超 工股行户就连六天买超啊 金额达到203亿啊 虽然跟外资比还是抵不上啊 但是至少释放出了 政府对于整体台股下跌趋缓的一个态度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我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啦 你看如果外资想要卖 代表他也想要卖到好价格嘛 结果这个政府就照样接牌吧 那外资到底是开心还难过 这个我也很难理解啊 但是至少目前可以看得出来啊 台股整体的一个跌幅啊 是有很明显的政府力道在做支撑 那包括目前的跌幅啊 也因为有一阵子了 快要破底了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压力 不能讲压力 支撑的一个力道 可能会慢慢的涌现 本周来看的话 这个反弹的一个几率 其实是蛮高的啊 这边提供给各位啦 好那当然 当然最后啊这个我们如何来确定三月份的一个行情 是否会做一个确切的一个反弹点 最重要的观众朋友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当然还是会各位做一些追踪啦 就是看量能状态 我们知道目前整体的跌幅是向下的 但是如果跌幅是量缩的状态 就跌的越多啊 这个量 成交量越小越小越小 那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反弓的讯号 很有可能就产生足底成功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外资也普遍啊 看好这一次多头反复的空间 可能在三月份的第一周 就从今天开始 可能会慢慢的涌现了 那当然非常要注意的是 日后的一个财报的一个公布 当然二月份的财报啊 一月二月份的财报 基本上不会太好 这个大家心里有底 股市早就做反应了 只是说后续啊 厂商所释放的复工讯号 跟产能进度啊 都会直接影响到 三月份台股的一个实际状况啊 我们知道上周五的时候 国际股市是重挫 那台股市休市 所以多过一截 当然今天可能会有一些 补跌压力在 但是从国际股市的角度来看的话 国际股市已经差不多 可能要止跌了 台股今天可能会回跌 然后可能会补跌 但是呢 从总体趋势来看的话 仍然是有一个向上的一个空间 包括昨天 这个关基金执行秘书 阮清华 也信心喊话 台股基本面非常的好 投资人不要恐慌 那关基金呢 基本上是随时看这个状态 随时都有可能进场来因应 那当然呢 他也只能这么讲 对不对 好 那马上来看一下 目前金价的一个状况 28日的时候 全球遭遇强大卖压的袭击 跌幅是7年来最大 但是在一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冲击下 还有全球股市同步重挫的一个情况底下 对比往常市场动荡 让资金会快速流入的黄金市场 结果呢 却大跌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要知道 4月期货28日 这个跌幅是4.6% 那每英两呢 是每盎司是1566块 这个是2013年6月以来最大跌幅 等于是我们从1530 我这官朋友常看我 做以前的一个金价的一个分析就知道 我们差不多在1530的时候 就已经进行大家配置 一到两成的一个金价配置 这个金价配置呢 不是为了要赚钱 就是怕股市跌得太多 可以冲销掉我们股票上的一个损失而已 从1530开始一直布局 一路涨涨涨涨涨涨 等到1680块左右 突然来一个大跌幅 来到1566块 这是黄金要崩盘的讯号吗 那照理来讲 这个恐慌性消息 快速的一个上升 金价也必须要快速的一个上涨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好 现在最容易听到的一个解释是这样 我们不确定是真的 但是至少投资市场给出了一个普遍的共识 就是投资人为了弥补其他资产大跌的损失 所以他开始抛售黄金来变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市场有一句老话 这个是Kitten Ken说的 他说当时局不好 当恐慌性消息大量的释出的时候 这不是你想卖啥就卖啥 因为你股票已经跌光了 你跌光的时候你也只能等它回稳了 因为你也不可能卖掉 所以你会卖什么 你会卖掉你能够卖的你已经获利的东西啊 这就表示为什么金价在28号的时候同步大跌 因为有大量的基金公司进行资产的变现 这些资产的变现有可能是纯粹换成现金 也有可能是把这些这个金价换成现金之后开始进行股票的抄底 然后开始做布局都有可能 那这种状况在历史上啊 从长期的角度是完全没有发生过 短期当然有可能 短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 金价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可能世界上一边恐慌 金价还在一边下跌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目前投资市场可以理解 股市可能是因为金价的下跌啊 反而可以推认出股市可能会有一个反弹的讯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金价把它变现成资金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拿这些资金啊 来进行抄底进行投资的布局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修正期 第一波修正期啊 这反弹可能在三月 刚才讲的很快在三月可能就会出现了 我们本来是规划到六月的 没想到这么早就开始出现第一波的一个反弹超的现象 不一定反弹 但是有这个现象要出来的 所以最后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个人建议啊 金价仍然是作为一个中长期的一个避险 然后第一个避险当然是恐慌性消息的避险 你说因为这个一次失顺就不用了吗 不行 这还是老实说啊 持续的配置对于未来有更多恐慌性消息的发生 还是有必要的 那第二个 这个金价的避险 之前跟各位提过 很重要一点在币美元贬值的险 或者整体货币贬值的险 那什么时候货币会贬值呢 就是降息的时候 所以降息的时候通常金价会有一波的涨幅啊 这从去年就看得出来啊 所以呢 三月份如果鲍尔啊 被迫迫于市场的压力 那刚才提到降息三月份降息的这个 这个几率已经很大了 如果采取降息措施的话 那么美元 我们不能讲美元会贬值 我们讲全球货币 总体来讲会贬值嘛 降息代表的是释出更多的货币宽松市场 让投资市场有更多的资金可以做运用 那就代表的全体货币都会贬值啊 那金价上涨的一个压力就会更大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我个人建议啊 之前我们建议说 1617啊是一个波段投资的一个起床点 所以跌破1617呢不断投资者应该早该 我们做期货的 很早该就出清了嘛 对不对早该出清了 因为跌破技术限行了 但是资产配置者啊 金价是没有必要做任何调动的 原因很简单 资产配置者的黄金配置 是为了抵消股票上的一个汇损 我们不确定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 会不会有更多的坏消息传出来 所以金价这种东西配置 我们持续的拥有一到两成 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尤其我们的这个成本价也在1530左右 至少现在还没亏嘛 等到跌破1530的时候啊 股市表现一定不会太差 这个金价就可以停损 那我们这个股市上的一个汇兑损失啊 基本上也完全就回来了 所以就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资产配置者 金价我认为不用太大的一个变动 那以波段投资者 如果想要再进场的话 个人建议啊 回到1617突破缺口之后 再行进场会比较恰当 这个因为从技术面的角度 波段投资者啊 纯粹是赚这个金价的一个价差 就没有必要 就是用资产配置的一个角度 毕竟这样风险太大 对不对 这边提供给各位 当然各位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一样 我来为各位做一些解析哦 好那接下来就看到 我们刚才讲 金价后续的推升啊 很有可能来自于 联准会的一个降息措施 现在就来谈讨 联准会在三月份 降息的几率有多大 我们知道中国官方制造业的 平安指数啊 从二月份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可能从五十 一月份的一个角度已经出来 一月份的一 本来是预估在五十左右 现在已经降到三十五点七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新低点 二月份 二月份啊 这个如果持续的一个下挫的话 那对于整体 全球的经济影响一定会涌现 目前中国市场啊 这股市的一个表现啊 早就该反映中国整体经济的一个情况 只是说中国政府不断的进行一些护盘措施 所以造就了股市依旧在一个相较高点的一个水位 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实际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 全球股市也做了一些反应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联准会三月份降息的几率呢 目前来到八十五点七哦 也就是说呢 市场上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七的投资者认为 三月份联准会采取降息措施 那这次降息大概就是降息一码 像一个象征性意味的降息 那ECB哦 ECB有可能在六月份的时候采取降息措施 但是呢 因为整体这个ECB 欧洲央行 它整体的一个降息空间已经不大 我们常讲这个欧洲已经迈入负利率 所以当我们到负利率 这个我把钱存到银行要负银行钱 这种情况的时候 它即使在降低利率 在降低你的贷款利率啊 对于整体市场的一个利多消息啊 还是有限的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最终就只能看一下联准会降息的可能性有多大了 这个是目前给各位的一些想法 当然当然当然 最重要的是哦 上周五的时候 美股收盘前啊 鲍尔发布了消息 说这个整体如果股市的一个跌幅持续的话 联准会是有考虑会采取降息措施的 联准会之前是完全不表态 即使疫情啊 是否会影响到联准会采取降息 联准会之前顶多的一个表态就是 这个联准会会多多关注 联准会会密切注意情况 那目前呢 已经释放出了不排除降息的一个讯号 如果真的降息哦 那么三月份就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反弹点 我想跟各位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哦 所以如果相信联准会在三月份很有可能会采取降息措施的话 那我们之前六月这个布局到六月份的资金可以提前做布局 可以提前做布局这是有机会的 当然没有事情是说准的 我们帮观众朋友做的是一个沙盘推演 从来都不是预测 而是告诉你说三月份降息 那三月份就会是一个提早的反弹反弹点 如果三月份不降息啊 那持续的四月五月六月啊 都有可能是后续的一个反弹点 那我常常建议观众朋友 因为我们不懂不是很懂整个财经市场的一个讯号 是如何影响到股市变化 那就逢低买逢低买 就逢低布局其实就可以了 赚一个大幅波段 时间拉长 这个时候我们受到的一个风险冲击就比较小 那当然呢 如果是专业型投资者 可以根据消息 可以根据技术现行来做一些推断 好最后一点我们根据鸿海啊 在明天会举行的一个线上法说会 来为各位做一些借鉴 因为法说会消息一结束 那消息也反映完了嘛 各位就已经没有什么操作空间了 来为各位这个分析 鸿海在明天所公布的一个法说会呢 会针对目前的一个防疫复工的一个行为 来做一个适度的追踪和回答 当然这个整体的一个法说会是线上的 所以好观众朋友就线上看就可以了 那整体外资对于目前啊 这个台湾全资股 包括鸿海的一个整体看法 仍然都是开始持稳的态势 这个上礼拜还在看空啊 这礼拜呢可能也觉得跌够了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预估未来都会有一到两成的一个上涨空间 而且给鸿海 联发科 日月光 台达电啊 都给了超越大盘的一个投资平等 当然这一次的一个外资啊 普遍都是美系的外资 我们到上礼拜啊 大幅度卖超的欧系居多 那这一次这个美系外资啊 在上礼拜其实就开始接一些盘了 他可能也想释出一些绿多信号 这个方便自己的资产部位快速的上升嘛 所以给大家一些借鉴 当然啦 因为这个明天开法说会那也是下午的事情 所以明天早上我们还是持续来为各位做一些细节上的一些分析 只是提早预告各位 让各位有一些可以操作的一个时间空间 看一下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 松亚说 高盛花旗表示美股下跌才刚开始啊 这个股市的一个盘式就是这样 就是说短期上来看啊 你怎么看他讲的都是对的 这个但长期来看的话 你只有一个方向了对不对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这个把时间一拉长啊 很好就可以判断未来股市的一个长期趋势 这个我当然说 我认为各位听我直播听起来就知道 就我始终认为 这一次是一个大回档的修正 始终不算崩盘 我一直认为只有2000年和08年 这种整体金融性的拨盘造成大幅的失业上升啊 我们才可以把它认定为崩盘 否则其他点啊都是一个适度的低档布局的加码点 这个是我给各位的一个想法 当然我有没有可能出错 当然有可能啊 有没有可能因为一场武汉肺炎 大规模的失业 经济崩盘 也是有可能啊 只是我们根据过去的历史判断 来做一下目前的一个沙盘演练而已啊 好 这个龙中说 三月很重要 量不缩 没办法阻底 没错 从技术面的角度啊 从马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这几天的一个交易量持续在缩 但是又是跌幅的话 那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很快就要止跌了 OK 呃 原油回档的时间是否拉长了 等到心好累 回档的时候反弹是不是 原油其实是这样 我跟各位说 原油取决于攻击又取决于需求啊 它整体的一个涨跌幅啊 取决于老实说啊 跟消息面的变化有一点关系啊 这个是真的啊 因为如果我们要做那种超长期的 那原油一定谈的嘛 只是不知道什么叫谈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做期货啊 每个月的转仓成本 老实说也够我们瘦的 对不对 所以我常说 呃 如果要进行长期原油的一个布局的话 那我们宁愿去买一些石油概念股 逢低布局会比较好 石油会不会回涨 我保证一定会 我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啊 我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我们常做原油期货的 追求的是短时间消息上的一个 影响变化 我们就没办法抓得这么精确 好不好 这个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啦 我也没办法为各位做一些 太细节的一些分析啦 好 已经九点钟开盘啦 祝各位今天这个 操作顺利 这个操盘愉快啦 那当然啦 每天早上八点半 我们根据国际时事 来为各位做一些分析 解读 光没有任何问题 在我们的直播底下留言 或者私讯我 都尽量来为各位做一些回复 当然有些问题太大了 就聋我到直播 再来为各位做一些解析 因为打字打不完嘛 那各位喜欢我们节目 可以帮我们订阅我们的粉砖 优廷号的财经号角 也可以订阅我的Telegram 每天有任何的一个看盘讯息 我的心情都会在上面 做一些这个发表 大家有兴趣 就来加一加吧 好 感谢各位今天参与 我们就明天早上 八点半 再相见了 拜拜